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宇凱 這幾天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本來正常來講 原本的美股是比台股還強 是美股撐住台股 讓台股不至於跌太多 結果短短幾天過去之後 台股和美股都起了一點化學變化 你看一下台股 目前看來 昨天破底拉紅K還大漲 今天雖然跌不少 跌135點 可是也沒有這句破底 有一種慢慢 好像解除警報的這種味道 反觀美股 持續在做下跌 季線都跌破了 開始有一些一蹶不正的感覺 當然我不認為美股會掛掉 畢竟他們明年1月也要選舉 所以說有時候 不能讓行情走得太難看 可是高檔震盪是有可能的 確實美股的高檔震盪是有可能的 而美股開始震盪的影響會是什麼 當初我說台股因為跌破相形 這邊已經要進入到所謂的超跌段了 所以最有可能出現的走勢 叫做V轉 對吧 最有可能出現的走勢叫V轉 但是因為美股的震盪 會讓台股的V 會讓這個V沒有那麼明顯 會比較類似於 可能是Nike 或者是比較類似像U U型底這樣的概念 可能Nike勾勾 或者是U型 這樣的一種概念 V的這種很凌厲的上攻的機會 確實小了一些 但是只要美股不崩盤 原則上往上 往上的這個方向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還是要用力買股票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還是要用力買股票 但我相信這個時候 有人就會講了 不對啊 聽起來好像也沒有這麼聞 好像還是有點風險 為什麼要進場 為什麼要進場 好 那今天我們來 講個故事 我們今天來講個故事 今天我跟我們研究團隊 開早會的時候 我們其中一位研究員 他就跟我說 老師確實 從盤面很多現象 從指標股 從籌碼來看 台股像是落底訊號出現了 可是有另外一個 他自己比較常用的技術指標 仍然是偏空的 他這樣跟我講 那其實我也沒有要討論說 是哪一個技術指標 今天我們來談觀念 我們來談一個觀念 什麼叫做最理想的多頭行情 各位 我就問你這個問題 什麼叫做最理想的多頭行情 最理想的多頭行情 其實都要帶一點殘缺的美感 最理想的多頭行情 它必須要帶一點殘缺的美感 各位你回想一下 也許在你五年 十年 二十年的操作生涯中 你有沒有遇過那種 基本面一片大好 籌碼面一片大好 每個技術指標 都一片大好的行情 然後每天攤開報紙 打開新聞 看到的九成 通通都是利多新聞這種時候 有沒有過 不論你是操作五年 十年 二十年 我相信你腦海中一定有這種經驗 對 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似乎會有幾種 會有幾個這樣子的時刻 各位 如果你還記得清楚的話 你把你的這個記憶點 你把這個時間 拉回到加權指數的走勢上 你去對照 對照完你會很驚恐的發現 每當這種時間點出現的時候 幾乎都是高點 崩盤的前夕 真的 你可以繼續回想 什麼時候你感覺到 你進場的意願好強烈 因為所有指標都大好 技術面強 籌碼面強 基本面強 經濟數據強 你好想進場 這時候高點進了 差不多要崩盤了 真的 好不好 其實從我剛剛進入市場的時候 開始學技術分析 基本上大家學投資都從技術分析開始 然後到後來籌碼分析崛起 對不對 籌碼派崛起 我也去學籌碼分析 到進入外資之後 開始學一些基本面的分析 拜訪公司 研究財報 當所有的理論 通通學過一輪之後 我發現反撲歸真 反撲歸真 你要回歸到源頭的分析 所有東西都了解 整個世界全部都看過一輪了之後 你會回歸到最源頭的分析 源頭在哪裡 股價的漲跌基於買盤與賣盤的拉扯 對吧 買盤大於賣盤才會漲 股價漲跌基於買盤和賣盤的拉扯 那決定買盤和賣盤的是什麼 人嘛 人嘛 對吧 所以最後我就開始研究市場心理學 市場的心理學 我從外資時期 這個十多年前了 從我在外資的時期 十多年前一路用用用用用用 市場心理學用到現在 這是我最大宗的一個分析的邏輯 十多年來經過我反覆的驗證 我真心覺得市場心理學這個東西 比任何的技術分析指標 籌碼分析指標都還要來得準 準非常多 插協同理論總聽過吧 插協同理論啊 各位 連插協同都跟你滿嘴股票金的時候 股票市場差不多就要崩了嘛 各位 當你看到什麼指標都好 當你看到那些容易起人憂天的人 都不怕了 都敢由於進場了 這行情你才該小心 不是嗎 不是嗎 所以有位這個歌手李久哲 有首歌不是這樣講嗎 完美並不美啊 對 他講的是對的啊 完美並不美 當你看到所有東西都是完美的 他就不美了 真正會漲的行情 不可能什麼指標都完美 當他全部都完美 已經是一萬八千點了 俗話說得好 藍燈買股票 紅燈數鈔票 一樣的道理 對吧 也是一樣的道理 你要在景氣最差的時候 勇敢進場 在景氣最好的時候 壯士斷碗出股票 藍燈買股票 紅燈數鈔票 其實都是一樣的邏輯 你會發現市場上 能夠那種賺錢的金句 我把它融會貫通之後 你會發現大家都同樣的邏輯 都是同樣的邏輯 等等回來看股票 休息一下 先預告一下 今天禮拜五是經濟日報的解稿日 所以盤中呢 如果你有加我的like的話 來 各位帳號來這個地方 小小鼠 WN16888 好 你就會看到 我在12點42分 所發出的這封訊息 請市價買進 經濟日報選股 3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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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股票呢 中午12點30分才買的 12點42分 我就讓你知道這件事情 12分鐘而已 你只比我們團隊晚12分鐘 好不好 盤中 你只要加入我的like 就看到這件事情 好不好 那到底這檔股票是誰呢 等一下公布好不好 所以今天節目 記得一定要看到最後 今天的盤面來看 坦白講 許多過去幾天的強勢股 大概只走了半天好盤 同樣我們看加權指數 來 各位 加權指數 如果我們今天把它切開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早盤先殺 對不對 早盤先殺 殺完之後馬上拉起來 馬上拉起來 可是拉完之後呢 又開始往下殺 到最後跌了135點 對吧 先拉後殺 所以大概從10點半鐘過後 許多強勢股開始風雲變色 我就風雲變色了 那當然市場上的聲音就會出來 糟糕了 是不是獲利賣押出來了 我先講我的想法 如果說過去這一段時間 我們所有的分析 論證都是成立的 那今天的拉回 就會是最好的買點 今天的拉回就會是最好的買點 我們來複習一下 來 各位 回到日K來看 首先禮拜一 這個是跌破箱底 對吧 禮拜一這一根 跌破箱底 禮拜二呢 開高走低很難看 禮拜三 禮拜四 到昨天為止 都還在創新低 但是在這種行情 這種往下殺的行情當中 許多的指標股 AI股 強勢股 已經開始大漲 創新高 來 同步看 同步看 廣達是不是 昨天是直接給你創 二十幾年來新高 光寶科也是一樣啊 今天都還有創新高啊 是先創高之後才拉回啊 我們都走半天好盤嗎 人寶也是一樣嘛 昨天創新高嘛 對不對 你看這幾天 台股是在破底的 你看這幾天的走勢 智元不是也是嗎 對 台股這三天怎麼走 過去三天怎麼走 智元這三天怎麼走 噴噴噴啊 就連原本最弱的 創意 對不對 兩千零一十五元這樣殺下來 可是呢 在台股積弱不振的這幾天 他在打底 打底 打底 都沒有破底 第二季季報這麼難看 法術會講得這麼難聽的創意 他都能夠在台股破底的 同一時間做主底 這就是一種氛圍的轉換 氛圍的轉換 也就是我所謂的 大軍未動兩草先行的概念 大軍未動兩草先行 每次台股經歷了下跌再上漲 下跌的上漲 強勢股一定走在指數之前嘛 一定是股票先漲 指數才跟上來 所以如果你有看我昨天的節目 我給你的定調 這個盤叫做謀略盤 好不好 這個叫做謀略盤 股票開始衝 可是我做一個很醜的線給你看 指數破底 破底 破底 股票好強 這些股票這麼強 尤其像廣達人保 這種都大型股啊 廣達人保這麼大的股票 它不可能是散戶的力量嘛 不可能是散戶讓人保漲停盤 讓廣達人保漲停盤 不可能的事嘛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主力大戶已經進場 他已經在賺錢了 市場上是有造勢者在控盤的 但是為什麼他要把盤 控成這個德性 控成天天破底這種樣子 顯然不希望有太多 閒雜人等的籌碼來干預嘛 是不是很有謀略 因為只要有破底 散戶就怕了 一破底散戶就怕 我就猶豫 我就不會進場 籌碼就乾淨 對吧 兩個條件給他擺在一起判斷之後 這就是謀略盤 這非常清楚 所以當我們已經確定這個情況之後 為什麼還要害怕拉回 結論我已經給你了 當我們已經經過各種分析 去確定這個情況之後 為什麼還要害怕拉回 拉回接機會不是嗎 我們來看幾檔股票 來 各位 剛剛才講到廣達昨天280.5元 這個是20多年來的新高 昨天才創新高 今天就算它跌6%又怎樣 這個像是轉空嗎 各位 這像轉空嗎 好 技嘉你說它好像稍微弱一點 沒有廣達那麼強 可是拉長來看 這不就也只是一個高檔的相形震盪嗎 高檔相形震盪而已嘛 它技嘉在280跌破以前也都沒有轉空的疑慮不是嗎 不是嗎 好 創意 創意真的你要看 我不是叫你操作 但是你可以當指標來看 昨天我們解釋過為什麼要看創意 因為創意叫做強中弱 強中弱 弱中强 這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弱中强是爛股票當中 一堆爛蘋果挑出一顆最好的蘋果 強中弱是王者落難的概念 所以它是強中弱 今年第一季你不能否認 是創意帶著整個AI族群往上攻的 所以它因為法說會講得不好 因為財報不好 股價修正的幅度不少 但是在過去幾天台股的破底的過程當中 它是沒有破底的 這個現象非常關鍵 今天反而大家全部都在大回檔 它有沒有跌 相對抗跌 當仁寶 廣達 偽創 在跌5% 6% 7%跌停的時候 它才跌1% 它是相對抗跌的 反觀你看一下 這個禮拜沒什麼漲到的神達 反而它表現還不錯 它今天早盤其實一度是大漲的 對吧 你看它今天盤中 一開盤馬上給你衝上去 差一點它漲停板 因為它這個禮拜還沒表現 它反而今天表現是不錯 所以頭緒慢慢理出來了 對吧 頭緒可以慢慢理出來了 第一個 AI仍然是市場上的主軸 AI依然是市場上的主軸 但今天很顯然 漲多的休息 漲少的攻擊 很簡單的邏輯 今天的盤面叫做漲多的休息 漲少的攻擊 我可以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你知道是誰嗎 星雲 好 我們就看這禮拜就好 就看這禮拜 這個禮拜星雲有沒有攻擊 有沒有 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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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呢 跌5.6個百分點 再看你擋 紅碩 這個禮拜有沒有漲 沒有啊 本來一灘死水 昨天才開始漲 所以今天漲3% 最強的 這個禮拜本來就很強的 走在月線之上的這種強勢股 今天休息 反觀紅素呢 走勢相對弱 今天可以漲 昨天可以漲 各位同產業的兩家公司 今天 Google一下 星雲有利空嗎 沒有 再Google一下 今天這麼強的紅素 逆勢抗跌 它有利多嗎 沒有 都沒有 所以只是因為一個 這種盤面邏輯 它就是因為一個叫做 漲多就休息 一個沒漲 就漲給你看 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 所以這叫盤面氛圍 這個叫盤面氛圍 在這種前提之下 你會發現 你當你再回頭去看看那些強勢股 來 各位 你去看智原 昨天創新高 今天拉回 不擔心 對吧 當你把盤面的頭緒 邏輯理清楚之後 華新光 這一波漲得這麼強 因為先漲 所以先休息 也很正常 或者波羅威 先漲休息 昨天漲停板 今天休息一下 也很正常 因為它是強勢股的格局 見頂也是一樣 昨天才創新高 今天回黨四發 這哪有什麼 對不對 委訓也是一樣 拉回本週前面四天都走強 今天休息一下 也還好了 就開始不會有什麼好擔憂的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短線震盪而已 這個就是 單純是今天的現象而已 如果說這種短線震盪 只是今天的現象 Only今天的話 這反而給還沒上車的人 創造一個拉回再上車的機會 所以我盤仲才要這樣告訴你 來 早上10點53分的時候 我說台股再度紅方黑 下跌超過白點 強勢股紛紛回檔 你覺得糟糕了 我覺得太好了 因為本週買股票 下週數鈔票的機會 又過來啊 你加我的line 今天10點53分 你就會看到我發這篇文章 我盤仲才這樣講啊 就像我上個禮拜我開始講 MSCI 對吧 我說MSCI送分題嘛 因為過去三次 對不對 這個是去年11月 哇 10檔股票通通漲 對不對 今年2月 10檔股票 全部漲百分之百必漲 好 今年5月 MSCI到底多好賺 華城這麼好賺 華福這麼好賺 偽創這麼好賺 各位 MSCI在上一次5月份的入選股 這麼多檔股票 有沒有發現通通上漲 通通上漲 最大化報酬的話 每一檔股票平均 有的多有的少 我們就講平均值 社非標買平均值 或者全部都買平均值 兩根半的漲停板 兩個禮拜而已 所以過去三次已經驗證過 MSCI這件事情 它確實有貢獻100%勝率的條件 但是你要看 這所謂的100%勝率跟誰比 跟買點比 你的買點還是要正確 買點還是要正確 你在MSCI的公告日 當天買沒問題 我們抓公告日收盤價 對不對 所以勝率100% 對吧 那你逢低買 買的比公告日的收盤價還低 沒問題 沒問題 追高買呢 那就難說 那就難說 華福假設101漲到140 你去買140 你會賺錢嗎 你有100%勝率嗎 華福97塊3開始起漲 漲了三成 漲到130 你去買129 你會賺錢嗎 所以如果你錯過上個禮拜 剛剛公告日的那一波 今天不就是你的機會嗎 來 各位你看這一張 這是我幫你統計出來的 本次MBCI17檔的新增股 就目前來看區間的報酬 17檔裡面有16檔股票 通通都賺錢 基本上已經接近百分之百的送分題了 那這一張我建議你 你就把它拍下來 照相照下來 其實也不用好不好 你就加我的line這個地方 line加進去 這些資訊你都收得到 好不好 你就要去找嘛 各位我隨便舉例子 假設說今天你錯過上個禮拜8月10號 你如果今天剛好先進光回檔到134.5元 是不是好機會 今天如果喬威回到79.7元以下 是不是好機會 今天如果長榮航菜回到112.5元以下 廣基回到96.2元以下 亞翔回到73.6元以下 華新光回到133.5元以下 我說假設你買在這種價位 你才有百分之百勝率的可能性 這樣懂嗎 這東西是這樣用的 這東西是這樣用的 所以各位 我希望說 你不要一股腦的只是追求 我要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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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其實真正能夠讓你賺錢的 並不是名牌 而是買點以及賣點 而買點已經決定百分之九十的成敗了 台積電 全世界最好的公司之一 你買在680塊 有用嗎 好不好 來 最後重頭戲 我們回到《經濟日報》 先講 金像店 你們很熟金像店 已經獲利出場了 今天已經獲利出場了 你自己看金像店漂亮不漂亮 上個禮拜我買了 這個禮拜 啪啪啪啪啪 今天還在創新高 它漂亮不漂亮 請你不厭其煩的再聽我唠叨一次 除非你能夠跟我同步 跟我們的團隊一樣 除非你能完全跟我同步 否則請你不要隨便看報紙買股票 因為你的成本跟我不同 結局就不同 而且你永遠不知道 我的《經濟日報》選股當中 會員到底會買誰 我昨天其實在講這個故事 我真的很不想再講 我覺得這接人家倉巴 你看這禮拜一 我跟我們這網友說 手上持股要趕快轉換 因為我知道他手上有一些不OK的股票 他回答我已買太空說 已買太空說 什麼意思 這位網友他觀察我一段時間 本來在考慮說要加入我團隊 結果忽然之間他發現 原來我有參加 《經濟日報》的選股比賽 還台股王對不對 好棒棒 瞬間嗨了 相錢 何必加團隊 《經濟日報》一份只要15塊 太划算了吧 所以買個《經濟日報》來看 發現第一檔太空說 馬上買起來對不對 8月13號星期天看到太空說 禮拜一直接買太空說 禮拜一太空說買下去 下場是什麼 禮拜一買太空說買在最高點 昨天漲停今天又跌下去 下場是什麼 製作聰明 最後聰明只會反被聰明誤 來 各位還好我都有先講 不然我就變馬後炮 上個禮拜《經濟日報》選口 我們買誰啦 你只要加LINE都看得見啦 好不好 2XXX179元以下啦 LINE你看得到 節目你看得到 金像店啦 金像店啦 好不好 不是金像鏈 金像店啦 買在上週五嘛 買不是天天噴 天天噴 天天噴 我們有沒有買太空說 當著節目講 當著鏡頭講 如果哪個團隊成員 我有請你買進太空說 你來找我 我賠你一千萬美金 我請你買太空說的 你來找我 我賠你一千萬美金 這個中式公開媒體 有法律效用的喔 我敢講喔 不是說我們選了太空說 又不買 也不是說太空說不好 可是各位 有些股票只適合用來比賽 有些股票叫做技術面轉強 但是波動很大 不適合帶會員進場 會員要的是安穩賺錢 不是嗎 所以選股的條件不同 作用就不同 所以我再次提醒 不要看報紙買股票 最後我再次提醒你 金像店 我們已經功成身退獲利了結了 好不好 然後重頭戲 買了誰 今天盤中發給這封訊息 買了誰 12點半 買了誰 很明顯 三叉叉叉 這字都很明顯了 尾創 又是一次直球對決 你自己看一下時間喔 12點半會買在哪 跌停板 正好買在跌停板價位 有沒有又一次現買現賺 畫自於跟當 尾盤有沒有拉上來 有沒有拉上來 下週會怎樣 現在還不知道 可是至少我知道 我們12點半中 在跌停板買進的尾創 已經開始賺錢了 下週尾創會如何 咱們拭目以待吧 一樣喔 如果你針對我們的操作 你的持股有任何的問題 都歡迎你 可以透過點一下廣告0800的專線 直接撥打電話進來 週休二日都有人做服務 或者你也可以先加入我的LINE atwin1688 小老鼠WIN1688 這個LINE可以和我本人 以及我們整體的研究團隊 做一對一的線上互動 持股問題 操作問題 團隊問題 任何問題 我都歡迎你 線上與我做互動 這個是完全保密的 手機拿出來 相機打開來 QR Code掃起來就可以了 我們下週見 拜拜 同時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度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